明明還是同一個人 你現在才領序經常被罵 長得醜煙之差 但這色弄好的妝皂 一整個人間水妹娘 美麗直拉滿 為什麼你化妝明明很用力了 但看起來還是不好看 就是你們要看這些適合所有普通長相 面成天生魅力的便美思路 不管你是因為大鼻頭 中情長 上吊眼 還是像我這種凸嘴小眼 是最大的變化 第一個就是瘦下來之後 把自己這個高厚的全脂墊變平整了 很上進 全中雅光的粉底液 雅光就可以減少我們臉部結構 因為光影變得更凹凸不平的這個情況 特別是之後我們要用到瀏海 去減少我們臉外周的留白 壓住全部的高度 雅光就可以保持你的瀏海橫鬆 貼在臉上也不怕 最後用高光調整一下我們平整度 像彩影它是全脂墊太高 所以它提亮的就是下巴這一塊 那我呢就是面中凹陷和下巴後縮 所以我提亮的就是這兩塊 我們學變美思路 其實不用把化妝步驟一板一眼的 搬到自己臉上來 你只需要知道這一步 主要是為了調節我們臉上面什麼問題 這樣子你的化妝技術 變美技術就會突飛猛進 處理一下下一次讓我們的底妝顯得更乾淨 之後就可以定妝了 第二點妝上面調整比例 眉毛我們畫一個彎眉 用人通常都確定我們的眉眼間距 這樣子比例協調一點 先畫眉底線 然後彎的弧度 把下面多餘的髒毛剃掉 很多人都會顧慮的點就是線條匹配 但它是我們整張臉變得更和諧的關鍵 像我們臉上肉比較多 特別是肉鼻子 肉顴骨 凸腿產生的口輪雜跡 都是一整塊 我圓形的嘛 如果臉上都是硬線條 直線條去匹配它 那我們的肉就會顯得很腫脹很厚重 線條比較圓還可以分散 鼻子比較圓頓那種土頓土頓的感覺 給我們的肉肉減重了 彩領這次的眉毛還會有點往下垂 它這一次回歸 眉毛改身了 就可以讓整個五官的重心往上移 讓臉顯得更輕盈 鼻子的話 我們修出圓圓的鼻頭 三根不重要 用雙眼皮貼 把它調整成這種叫燒眼 像那種短圓眼 眼妝重點就放在眼下的眼後 讓面中這一塊更舒展 因為彩領就是面上部比較橘促 面下部比較分散 所以我們這個調整比例的策略就是 把上半張臉變得更舒展 下半張臉通過色才讓它變得更緊緻 像這個皮粉色打底 把整個上眼皮打上 背到臥殘 鼻頭排我們塞紅也打了 面中到眼尾 這個弧度就會顯得我們臉 更提拉緊緻 更輕盈 淺淺的帶過下半 更深一點的粉棕色 放在眼尾往後拉長 再往前帶到臥殘 再在眼尾到顴骨這一塊 把我們的高顴骨壓下去 拿個細節說沾這種深棕色 換我們的眼線平拉拉長 往前帶一點 讓眼睛顯得更有深 眼線不要超過我們的眉尾 下眼睛從我們眼中直接往外拖出去 厭遠一樣的眼線 眼角接著往下拉 後才從眼角這裡平拉下去 窄窄的不用太大 這樣子一套組合拳打下來 就可以保留回我們上吊眼的那種 精神氣和魅魄的感覺 但是又減少了它的局促感 睫毛不重要 主要是眼型 眼線膠皮把剛剛的眼線再加深一點 然後再用一些grimbing的顏色 讓我們整個眼妝變顯貴 左右對比一下真的插好大眼 短圓眼 立馬變靈動狐狸眼 嘴巴選一個淡一點的顏色 不要把我們的重心往下扯 然後重要的其實是瀏海 剛好在顴骨上面的瀏海 它只會顯得我們顴骨更突出 太陽瀉更凹陷 一定是這種比顴骨還要長的瀏海 只要有這兩條非常輕 非常細的瀏海在 它都會顯得臉小很多 不能是直接一片下來 一定是要露出耳朵 這種橫向面積 或者是肩膀這裡露出來 這樣子一對比 我們的鼻子也不會顯得很大 第四點就用表情管理 去修飾掉我們的小瑕疵 下才靈它就是這個全脂墊比較厚 所以經常會有一個法律紋 但是只要我們校俠這個法律紋 它就可以轉變成一種校文 非常有親和力 所以讓大家真的不用太糾結於一些小瑕疵 只要我們大體看起來是好看的 就已經很有美女的氛圍了 有幫到鳥的話不要忘記關注 那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